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实习的第43集 也就是第43讲 昨天跟各位介绍的是 永乐丘奎文的一件玉谷春品 而且我也先预告了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一件宣德的宣草文 为什么要介绍丘奎文跟宣草文 而且要介绍永乐跟宣德的呢 我们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有朋友 在问我 我那天介绍的那个胆瓶 那个雍正的兰花的胆瓶 上面意境很高雅 化工很漂亮 而且那个诗书画印配得很好 兰什么 兰为王者乡 大家听到这个话 觉得深有那种怎么讲 那种雅性 兰为王者乡 而且那时候是孔老父子讲的话 知道的人还不多 孔老父子也感叹 就是游历诸国这么辛苦 19年回来 等于说 虽然是付出这么多 但是却在官场上 在官场上一无所拓 就经过了一个 荒原漫草的地方 看着一树兰花 开得这么漂亮 心有所感 难为王者乡 那今天为什么会在这扎草虫之中 与这些扎草为伍呢 所以他有这种兴起这种感叹 也就感觉自己 有一点 好像没有 没有被受到重用 而兴起的那种感叹 不过自圣先知之所以为自圣先知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被用 他那时候不管是被哪个国家用 不管是当什么宰相 或者当什么 那个 太师 那都反而从历史上看 反而有损及他的自圣先知的形象 人有时候 不粘锅 不跳进那个利益的漩涡里面 反而比较清高 就像我们 我们谈这个瓷器的节目 大师说瓷器 我们最起码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不做买卖 不做推销 纯粹旧事论是文化 说文化 介绍瓷器 介绍瓷器的 匠人的精神 介绍瓷器的美 跟他的这个艺术表现 还更重要 他形而上 他背后的那个道 就像我这两篇讲的 兰花 也衍生出了 有人问我 跟兰花相近的这个宣草 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 好 我今天就介绍了 连跟宣草有关的 因为曾经在 陈化的工碗上 陈化皇帝用的工碗上 那拍卖制造了很高的行情 一个是 那工碗 小小的工碗 十来工碗的 一个就是画宣草文 一个就是画 丘辉文 所以这两天我都介绍 而且介绍 陈化皇帝的爷爷 宣德就是他的爷爷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他那个文士 不可能在他那个朝代 就跟那个人家说 陈化斗才 本来就说 这一次陈化发明 其实真的是很笨 你看明朝的 明朝的这个相关的历史 都有介绍的 都讲到宣谣五彩 你硬是不相信 非得有旅行作家 在沿途 在西藏寺庙里 造了几张像 你才成了恍然大物 这些人不是恍然大物 这个是笨 脑袋夸怎么讲 脑袋夸不通 然后认为自己 突然间开窍 好像自己很厉害 其实真的是 有的时候 专家是需要反省 专家你可以保守一点 但是你不能排他心 历史多这么写的 有这个东西 你硬说没有 就那两道照片 你突然间又承认是有了 那是实事之所趋啊 你不承认都不行了 再不承认的话 就被人家打屁股了 那两张照片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那时候去看市场上有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 我们就成画了这两个公文 就是他的文是一定有渊源的 尤其他的爷爷 还有他爷爷的爷爷 那个时代瓷器凶筛大略之外 他的那个经济能力这么强 而且他们的这种艺术表现力那么强 他那个爷爷宣德是有名的画家 那永乐大帝也是有名的鉴赏家 所以他一定有所渊源这个文士 所以到了那两个公文 不是那两个公文 突然间冒出来的 就跟成画斗产 成画皇帝 成画是一个有才情的 一个皇帝 但他什么事情都比较软弱一点 他不是一个开创型的人 所以你要指望 在他手上发明很多东西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 我们讲到这里 所以好 我就介绍成画 那只公文上 他爷爷 宣德 我昨天介绍他爷爷的 爷爷 永乐的 与胡尊平的 而且是邱葵文的 所以他公文一个邱葵文 一个宣草 你今天叫做宣草文 那这个宣草 为什么说它跟兰花 相似 各位看看 不明了的人 可能一看 就认为是兰花 各位看到没有 在我们这个45度角 我们今天的这个瓷器 是一个很特殊 很有故事性的瓷器 你看 在两个边45度角 是个画学长 画得很棒 跟画兰花的功力是一样的 各位应该 多半都应该 有点年纪化 多少都画过一点国画 我们不是专家 但多少画过一点 我那天讲了石涛 清除大家石涛 他有讲的那个画蓝 画蓝的口诀 是吧 一笔长 二笔短 三笔破凤野 还有什么 关键在什么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撇 就是 就是那个怎么讲 撇它的叶子 撇叶 撇叶 关键在什么 提 提跟什么 按 提跟按 一提一按之间 它那个 一提一按 它那个叶子的转折力度就出来了 就蓝花 它那个画法一样 我们这边一样啊 各位看 这边都是有交凤眼啊 有开凤眼啊 是不是 一笔长 一笔长 一笔短 一笔长 二笔短 三笔破凤眼 然后它的那个 撇叶 关键在什么 提 跟按 直接 你看 交凤眼 都看到了 这一个 这是标标准准的这么一件词记 美 而且不但美 它是我们的 怎么讲 是我们中国人的母亲花 中国人 从 不是从明清的时候开始啊 三千年前的 从商朝就有 商朝诗经上 就有说嘛 他称为什么 宣朝 他那时候的 他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个 不能忘 就是 他希望找到 他那个 那个原文大概的意思 我翻成白话 这个 有孝心的人啊 他想找到 找到一种草啊 能够让母亲来忘忧 能够让 让自己的妈妈 能够乐而忘忧的 而且要种到 北堂 他原文是 是这样的意思 什么叫做北堂呢 他那个原来的原文是用到背 后背的背 后背的背就是 就是 就是背 我们看风水 我在浇风水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的房子 多半是坐北向南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那种建筑 一定坐北向南 坐北向南 靠后背的是 是哪个方位啊 请问各位 这比向南靠后背的 一定靠山就是北嘛 所以北堂是指的那个 而且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那是女人保守 能够 女人 小姐的话都是什么 没有结婚 结婚叫出阁嘛 不结婚的话 还不能 还不叫出阁了 还不能出阁了 这很保守 那女人是住在后堂 女人住在后堂 后堂就是北堂 因为你坐北向南 反正后堂就是北堂 所以在原文 那个实地上写的是背 背堂 它称为背 那背就是北也 就是背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想找到一颗 就是忘忧草了 能够让妈妈高兴 而忘掉所有的烦恼 因为古人是这样子 父母债不远游 你一离开家远游的话 所以后来衍生出来 就是父母债 你要远游怎么办呢 你怕妈妈思念你啊 你是妈妈心头肉啊 就在北堂 就在母亲住的地方 那个小院子里 种上几颗什么 宣草 母亲就可以让母 所以宣草又叫做忘忧草 又叫做母亲草 又叫做 现在衍生出来的 宣臣 过生日宣臣 什么叫宣臣 现在听了我们的课 你就懂了 宣臣叫妈妈的生日 妈妈生日 宣堂 它就讲到妈妈住的地方 所以凡是中国人的东西 人家说中国的 中国就是一个什么 易经的社会 所以说很多事情 它都是有所点有所顾 好 这个 但是欣赏它的美啊 西方人 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接受西方教育思想 现在都认为 母亲节都是用康乃馨 母亲花康乃馨 我们中国的母亲花 就是宣草 所以各位看 哪一种漂亮 就漂亮很难借尽 有的时候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人家说有花随人赏 就是看你赏花的人的心态 但是以我的观点来说 我们好读古书 我们不要说精通 就是总是通得中华文化 我们通义经啊 金石子集啊 基本上我们多少都有涉率 还有在任教 所以我感觉真正的美 还是我们的宣草 外形真的 纯论外形 那个康乃馨是美 但是论到了外形之后的那种痒 那种文痒的那个痒 真的是不及我们了 不及我们 你看那个宣草 它有兰花的那个姿态 而又 又怎么讲 又有那种母性的那种爱 它整个那个宣草 它都最有经济效益啊 可以吃起来那个什么金针花 就是从宣草 就是宣草花的一种啊 所以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还有一首歌啊 那孟娇写的那个油脂荫 什么 慈母守中线 油脂身上荫 零行秘密逢 一孔池的贵 谁烟寸草心 报的三村会 谁烟寸草心 哪是什么草 就是宣草 就是这个 这45度假的再来 所以是妙不妙 我们中国人很多东西 觉得我们都在生活中运用 但你不知道它的出处 我就说嘛 要当个大人物 或者要当一个什么 要当个智者 或当一个领导人 你一定要脑袋挂 能够连连看 你一定要能够举一反三 其实我们读中国书 为什么研究 哇 什么精致指尽 对啊 李悦涉意书 都要涉猎一点 像我们三一命普相 都要涉猎 有的朋友 只单工医 我要成专家 没有 只学中国文化 你没有专精某一样 是专家的 你绝对当不了专家 你必须要 出类旁通 很多东西 所以 顺便给各位 你看它这个多美 就我们这个瓷器 你说要瓷器鉴定 有什么好鉴定的 就这么一个瓷器 它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它制作工艺的困难 还有它的整个的 包括它的成型工艺 都就够困难的 而它那个青花 人一般是什么 青花是画在白油上 Blue white Blue画在white上面 我们都颠倒过来 我们是white blue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青花为地 然后留白 留白 而且各位远看不到 上面还有暗科 暗科纹 这花都有暗科 叶子都有暗科的 这么复杂的一个工艺 而且用的是标标准准的 浓度极高的数码理清 为什么说浓度极高 一眼就惊艳 一眼看就知道 那种流动的效果 我等一下再介绍它的功能 我先给各位照照 刚才忘了应该摆近一点 现在还懒得翻了 你看它的细节 你看它的留白的对比 那种胎幼文就讲说 它那个胎幼你要跟那个什么 你要跟苏玛里清之间要有个白的对比 你不能光看一点 而要有相对关系 你看它那个 这跟苏玛里清那个青花画起来 那个笔注 那个小笔涂抹的 它这个 这跟那个鸡来又 那个意识上 比如像烤鸡一样 那个是不一样的 这完全是小笔涂抹的 你看它那个小笔 你看你看它那个流珠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铁锈斑会形成的珠状 而且就像我们以前用钢笔 钢笔刚挂了墨水 墨水比较重 一写下去 会随着跑那个水珠的感觉 你看那感觉 那就是苏玛里清它的这个 金属沉沉电 它铁的沉电 叫做铁锈斑 你看它那个在它小笔触涂抹的那种 那种痕迹 那种就标准的那种 这样子吧 运散之外 一般来说现在做运散可以做得到 它用笔去点 它没有苏玛里清 但它加一些铁粉 用笔触去点 可以做得出来 但一般来说做得 我们常看的一看就不像 为什么 做太过头了 做有时候脏巴兮兮的 真的那个勇学清花 它自然它不会有脏的感觉 因为一幅国画也是最忌讳画脏了 最忌讳画脏了 以前那个我们在那个文化园区 那个我们有个会画高人 那个杨天忆老师 他就经常跟人家讲 这幅画可惜画脏了 一画脏了 再名贵也不值钱 所以仿的就是 我们仿的秦华词 仿永轩的秦华词 我们看在外面 经常就搞脏了 你看它那个玉瑶厂 珠山玉瑶厂 考古挖掘出来 被打破的那个碎石器 很多人就是发射 发得不好 或者发得太过头了 那就脏掉 而被打破 因为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 还去反那个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小笔的笔图 我们这边有它的连款 大明确这个连字 看到这种器物 你看它整体的行运 就不需要去鉴定它的细节 你就光欣赏就好了 没有什么真伪不真伪的 伪不出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器型 它有说法 因为它都成对出现 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属于武共 就是明朝又在宣德年间 永宣年间 宣德年间 它是属于那共器 武共 那另外一个说法 我是比较偏向于另外一个说法 我是觉得 它有可能是在天坛 就是天子 天子礼天的时候 各位我想 天子礼天的时候都在天坛 而且身上配的猪都什么颜色 都叫天蓝色 天坛的瓦是什么颜色 流利瓦 天蓝色 蓝色 对不对 所以它这么一点蓝色为地 但它也有青花 就白为地 纯粹青花的 也有那样的形式 也有 不是没有 但是以比重来说 像我们这种是罕见 稀有性高 艺术价值更高 甚至于我在想说 它来作为理器的等级会更高 因为它可以在 比如说你都是作为共器 都会作为理器 可能那个是作为一般的行礼如鱼 这是一定在天坛礼天的 而且还有可能 照它的这个形制来看 它这个形制来看 不太像那个武功之一 因为一般的武功 多半都是圆 而且它都有一些智识嘛 尤其在明清两代 它都查得到它的智识 像这样 我是认为它是在 在礼天的时候 在天子礼天的时候 它是什么 放牵筒用 它有重要的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习惯 从商朝开始就是 商朝的以前要不要打仗 我们研究易经的 甲骨文是干什么的 它就是试卦 试就普试的那个试 普试用龟壳来普 试试用什么 试草来试 它基本上都是算命的一种 就是等于抽签了 像现在庙里抽签 这就是属于普世学 我们那个武术 道家讲的武术 三一命普相 都是属于普 三一命普相 我们研究齐文顿讲的 也是属于普 所以各位要知道 它的一个分类 所以我们研究过这个 三一命普相 武术 我们了解 这就是一个签筒 只不过它是天子用的签筒 李天用的签筒 它等级比较高 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签筒 而且你看它的形状 它为了美学 不完全是为了美学 它上面一大 下面收腰 它有收进 它直到有收进 所以它乘气都不容易 收进 它除了是这个六角形状 它还收腰了 然后到了进步 然后在底座它再放大 这个就是一种礼器 以前我们玩玉器的 叫玉冲 稍微高一点的玉冲 太矮的玉冲 你看不到 稍微高一点的玉冲 你看出来 上面大下面小 上面大下面小 那这样的玉冲 我们知道玉冲是理地 但是理地是理地 它上面 它在结合运用 它上面盖的是什么 它行仪式的时候 它上面盖的是壁 壁在上 那个 虫在下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推估 再加上它那个造型 你去看现在寺庙里面的牵筒 是不是都长到这个形状 它其来有致的 就跟成化那弓碗 它不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 开玩笑说 孙子兵法这么厉害 帮美国人打赢了科幻战争 我们中国人没啥了解 孙子都够厉害了 我们还有老子呢 我们读老子了 我们不是更厉害 这是玩笑话 但是也是事实 所以开了这么样的一件器物 它程序很难 它不能一方抵十元 这不但那个是方 而且它是很特殊的一个器型 各位想到 这种器型很难制作 你要一片一片的做 做完了再把它组合起来 而且你看 它还有角度有变化的 它不是平板板的一个直腰的 直筒腰 它有竖腰 然后到了底部这边的时候 它又变成一个圆弧造型 就是说它有各种不同的角度 就是把你 让你当我们中国匠人 真了不起 你要脑筋不清楚的 都给搞糊了 而且你看它用青花的这种发色 这个对比的关系 它每一笔每一笔都是到位的 它不是给你将就 我先介绍它这样的一个文式 六角形的器口 最大的地方是在它的口言 而且这个口言是后的口言 就是我们讲的唇口 唇口下面第一道文式是什么 莲花 责之莲花 责之莲文 应该讲禅之莲 我看它这边都没有见 禅之莲 而且这莲非常漂亮 里面还有颗 里面都还有什么 都有暗花 然后再下一届 就是主体文式了 主体文式我们这个宣炒 我们先从小面积讲 45度宣炒 那另外这边45度是什么 牡丹 它这个是很有学问的 好 宣炒我们讲的一般人叫做母亲炒 又叫做忘忧炒 还有一种 它第三功能是什么 它叫宜男炒 宜男 适合男人 就是会抱孙子了 会抱儿子抱孙子了 这就叫做宜男 而且 而且这个 多子多孙 中国人 尤其在皇室里 这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宣炒文 再加上 象征富贵的牡丹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宜男富贵 你又有儿子继承 你的家业 或者江山 又有什么 花开富贵 所以宜男富贵 好 你宣炒文在家 这前面是叫做什么 石榴 对不对 要看石榴画 都非常有暗刻 你不要光看他的石榴 看他的眼镜 都非常美 好 前后 是不是 一面 足体文士的正面 是石榴 背面是什么 寿陶 所以一面 石榴文 加上我们宣炒文 这叫什么 宜男多子 因为 这个石榴 多子 大家知道 好 然后碰上了这个 宜男什么 长寿 多子 然后长寿 因为寿陶代表长寿 他的寓寒太美了 太美了 当然你跟他的其他文士 都可以搭配 比如说对莲花 宜男而什么 而且什么 家世清白 宜男而什么 清廉清白 这下面是幸运草 各位看到没有 有的叫木树文 有的叫木树文 或者是什么 或者如意 或者林之如意文 它是残枝的 你看弄得多漂亮 你都可以结合起来 疑难如意 或者疑难什么 永保健康 因为林之也代表 健康长寿的意思 也代表lucky 你看 他在中间 那个小的文士 你看 他也是做折枝的朵花 折枝的 等于说梅花的 五半的那个朵花 而且他 他玄文 他还带凸体的 凹凸有致 凹凸有致 这么一件工艺 它有多困难 它是瓷器 它不是就是 黏土这么捏巴捏巴 就算了 瓷器弄完了 几十道工序 最后还经得住 1300度的火温去烧 不行的话 一点点不行 就功亏隐亏 所以这关窑瓷器 你看 他的难度 你说现在 你怎么去仿 你仿得其一 仿不到其二 仿得其二 仿不到其三 我们看到 有经验的人 或者有feel的人 有点智商的人 一看到 你会整体看到 我们说向法多端 理居总端 看一下也是这样 当你看到一个 已经到那个城 已经到那个火候的时候 一看 不要再细论 你要怎么 抓到他那个神就好 这个就是 你看他那个神运出来 不需要去鉴定 再鉴定 人家就笑话你 对吧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因为总体去看 看他的这个总体 从他的成型工艺 到他的那个 青花的发射 到他的这个 画的工艺 到他的暗科 到他整体的线条表现 再将整体的那个行运 跟他这个右光的反射 这么不但是一件 观窑瓷器 而且是观窑之中的重器 这真正是真正的重器 所以说天子里天之器 那是不是重器 所以这样的 我说我今天特别介绍这个宣草 除了让宣草之美 让大家欣赏 它跟兰花有一举同工之妙 但它又有跟兰花不同的属性 兰卫亡者相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宣草呢 是谁焉顺草心 是报德三春辉 它是一种母爱 是一种就是 我们讲再把发言光大一点 就是一个昆卦的精神 是不是我们已经昆卦的精神 昆卦是什么 厚德载物啊 所有的东西 你到经过大地给你的滋养 你才能成长啊 否则你再怎么样的一个栋梁之财 你没有经过土地的喂养 土地的滋养 你焉得长得如此雄伟呢 对不对 我们看日本的那个什么明智神宫 一进去那个大鸟居 它还真鸟居呢 因为那边我去看的时候乌鸦好多 成百只的乌鸦飞来飞去又大 那这是鸟居 那那个大鸟居 哇 那个好粗啊 那个大鸟大概有我们这个直径 就是它那个尾 由我们桌子的桌面这么大 而且很直啊 它一点都不弯曲的 来自哪里 来自台湾 from Taiwan 各位晓得吧 在我们台湾的国宝树 那时候日居时代 给他们做了这样的运用 不好在了 他们也是做正当的使用 而不是一个 也是 但是不管怎么讲 是出自于我们台湾 所以我每次去那边 都在那边合照个照相 做个流年 也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来自台湾的财 被异地 被日本人 所谓在文化上面所用 我们不要说侵略了 就是在文化上所用 它另外 等于一种发扬光大 我们是从正面去看待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宣传 宣传这个母亲花 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把这个宣传的精神 再扩充 能够滋养万物 中国人的这种胸怀 所以我们的母亲花 讲起来就跟易经碰挂有关系 就是说又可以进孝道 要不然世经不会有那句话 他这个人 这个主人公 故事的主人公 他要找一个草 忘忧草 又能忘忧 又能让母亲快乐 那就是宣传 而且要种在北堂 和贝堂 贝堂就是贝堂 要种在母亲的院子 所以这是一个有典故 有故事性 而且是有文化传承 而且是有历史文化承载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珍贵的文化讯息 当做一个文化 他现在宣传不是单独是宣传 他变成一个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也是代表中国人的爱 尤其是中国人母亲的爱 所以这么样的一件瓷器 你说他怎么人归 尤其他在文化上寄所有的这个意涵 你看他四名八卦 我为什么不停地转 就让各位去欣赏 他不同角度的热美 最后我想不再多言 遇到很多东西 人家说小声说大话 就是这个意思 你碰到了真的好东西 静静地去看 东西会说话 而且我能够把这个宣传 介绍的这么灵动 这么生动 这也是我们几十年来 累积的在中华文化上下的功夫 然后把它表达在这件瓷器上面 所以能够让各位有不同的这种 欣赏我们这件瓷器可以从更丰富的角度 更多元的角度 我看看 我看看最后我留在这个母亲花这边 母亲花 母亲花给各位看 我不特别强调它的款式了 我年远去欣赏这个宣传文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么样的一个 有营养的这么一件宣德观谣重计 今天的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